193县道绝美的风景 常吸引众多的游客 与自行车运动爱好者悠悠其中 米湛村民反映 193县道米湛村路段 旧有的桥梁路面宽度不足5米 经常造成汇车的车辆无法通过 寿风乡长参选人徐雪玉 近日会同了张真志议员服务处的助理 以及米湛村长与30几位村民 来到了改建完成的新中桥 进行了解 并且宇诺一旦当选了寿风乡长 未来也将会积极的争取相关的预算编列 来改善旧有的五座桥梁 193县道绝美的风景 经常吸引游客民众 与自行车运动爱好者悠悠其中 米湛村民反映 193县道米湛村路段 旧有桥梁路面宽度不足5米 经常造成汇车的车辆无法通行 寿风乡长参选人徐雪玉 近日就会同了张政治议员服务处助理张芬林 以及米湛村长徐炎黄 与30几位的村民来到了改建完成的新中桥 进行会刊 徐炎在议会 他就是担任我们建设小组的一个召集人 他知道了以后 他就很热心的主动来跟我联络 我就顺便跟他讲了 我们名站总共有五座桥需要改建 在106年 我们县政府就来这里会刊 虽然是很小的一个村 但是我们的议员非常的热心 也全力的再来协助我们 来帮我们征集 顺风厢长参选人徐雪玉表示 他在106年时任县议员建设小组成员 霍西米湛村民该向陈勤案件之后 就会同了花莲县政府建设处人员 在106年进行会刊 107年设计 108年发包动工 新中桥改善工程总经费850万元 也终于在109年竣工 当时呢 有看了这个村长所说的五座桥 以及这个现在的新中桥 还有米站桥 以及我们校桥 还有我们的人桥 那我们这几个桥呢 其实刚才村长有说了 不到五米 五米宽 所以这个桥呢 现在来说的话呢 其实是不合乎我们这个193来使用 我们193的风景是非常的美 来到我们寿风呢 一定要走这个193 从花莲大桥一直到 我们的中心这一边 然后再到光复这边 那我想这个区块里面呢 真的是需要这几座桥呢 能把改善之后呢 我们的道路 如果可以再拓宽一点点的话 那我想对于我们米站村的一个出路呢 其实是更方便 而193线到米站段 共有五座宅桥上需改建 徐学玉表示 未来一旦他担任寿风厢长 将会持续的争取相关预算 进行桥梁的改建工程 让乡亲与游客能有多一成的保障 米站新中桥 耶 记者林杰 说风箱采访报道 好 谢谢大家